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 这个好像聊电影聊了 突然一叉就叉到一个 反正我也不懂得哲学 可是就莫名其妙 这边讲了一大堆这样 而且我录完影 我才发现原来 我的议题是定错了 不是输的变赢 赢的变输 但是原来 我小时候读到的那个文章 说有人在设计这样的游戏 那其实那个是自打嘴巴的 是不可能成立的 当输了变赢 赢了变输之后 那就等于是一样 就是我输了以后 其实我是赢 我回去偷笑 赢了那个也没有光彩 所以应该真正的议题 应该是这样子的 反正我现在想要聊的是 这个题目 是输的 其实没有输 赢的是赢的 赢的是赢的 输的其实甚至是赢的 就是双赢 两边都赢 应该是这样说 那也有同学提醒我了 其实我之前就很喜欢这个题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写 举了富与子的 在那个渔夫的故事 应该是我有 我有印象有 我也懒得去找了 那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大家呢开始有很多回应了 那这是我非常骄傲的 所以真的是我提出这个想法以后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而且都很有意思 帮我整理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例子出来 比如说有人说很多人能努力工作 赢了钱可是输了健康 输了亲情 然后有人在吵架 讲最后一句的 他所谓吵赢了 其实他心里有数 其实他可能是输的 这都是很好很好的例子 然后像有一个成语很棒的 虽败犹容 这也是这种意思 你只要很尽力 在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 你输了其实没有输 你赢了你的意志力 你赢了人家的那个喝彩 你赢了人家的掌声 很好玩这个 比如说打牌 故意这样喂牌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 故意让我们母亲高兴 这个打球的时候让球 那这个有一个很好玩 那打假球呢 输了其实是赢 他可能自己买自己输 那这个还真的可以赢 我刚才说输了是赢 然后赢了其实也赢 可是在另外 那这个还有一个提到一个 有个电影 是有关于富与子的 这些方向都很像 方向都很像 就是爸爸跑不过儿子 那可是他爸爸看到 儿子赢了以后的那种喜悦 跟我讲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 有一个是电视台里面 有人因为这样子 整个游戏输了 没拿到奖金 他哭哭得很可爱 所以他红了 他也是一个例子 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的故事里面 这个朋友提醒我了 这个同学真的很棒 赛翁失马就是了 赛翁失马就是 有时候很难说的 有一个是04年雅典奥运 那个金牌评判很不公平 可是他站出来以后 他没有拿到金牌 可是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面 他才是最大的赢家 让那个第一名站到台上 拿金牌的其实也很难看 类似这样 这里 小宗死鱼那个比较好笑 小宗有死鱼那个 因为用鱼很好玩 你猜猜是活的还是死的 那看我了 如果我要跟你玩这个游戏的话 我在等很久 我想想 我想想 最后鱼一定死了 这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可是很有趣 很有趣 当然就是 如果两方面都持有一个目的的话 这个待会带到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两方面其实都有 就是说这个游戏 如果是一场戏 一场演戏的话 然后呢 你要懂 懂了以后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鱼道去死还是活 来去 来去继续让这个故事发展下去 这个待会再说 不止一位同学了 都已经提出来 其实我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深奥 什么都不是 用什么哲学原理来推断 是有点多余的 其实根本不用 是看你希望 我刚所讲的 到底那个戏 你想怎么演下去 到底大家是不是有默契 想要发展 这已经抽离了 不是比赛了 不是比赛的那种了 在人情事故里面 到底他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去 让他进行下去 大家有没有这种默契 看怎么做 刚重要的是有同学提醒的 他其实两个不同体系 尤其是我举那个例子 富与子之间的 爸爸如果输了 其实他是赢了 那种喜悦是完全另外一个体系 另外一个计价的关系 好 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提到这个事情 已经在我们过去几天里面 不小心都提过很多次杜琪峰 杜琪峰有那么多精彩的电影 我们居然没有提 那其实我有一点点想会缓一缓 我怕好像大家有时候变成压力 我还要做功课 我很多功课没做 你们宅在家里应该也可以还在忙别的事 有很多事 就怕你们真的没时间 所以我就把杜琪峰的那个 因为他很多精彩的电影 所以迟迟压往后一点 再利用了这一次这个时间 提这个所谓林根苏的那个游戏 然后再来提杜琪峰 我先提一部电影叫《枪火》 《枪火》很恐怖 我第一次发现杜琪峰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也没有去问 这个电影连他音乐我都喜欢 不是黄飞鸿啊 他在里面有这么的一个衣植在用的 真的没想到 因为有一阵很长的时间 我完全没有看 我看到的香港电影 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好笑的 很闹的很精彩的 什么大堆头了 什么什么 那当然后来渐渐的出了很多高人 王家卫了杜琪峰 真是厉害 我以前看到这部电影 因为是电视在播的时候才发现的 然后叫《枪火》 这怎么 我先想 怎么可能会有部戏可以那么好看 他的切入点能够把人性这样的 这样来拆解 来分析 把一种所谓江湖里面的人 黑社会里面这样的人的结构的人 用什么一个模式的一个重新的方法来演绎 这样说好了 一句我都不敢提 《枪火》的内容 大家真的要去看 就看他一次 《枪火》这部电影呢 其实就是一部城市的武侠片 而这个武侠片 它居然拍得那么好 那么出色 应该不是你们的年代了 有一阵很长很长的时间 几乎所有的那个侠 那个轻功飞来飞去 打得好不好 里面有关人性里面的挣扎什么 其实在七零年代的时候 邵氏拍很多很多 那中间当然就脱节了 就停掉了 完全没有 就演变成为警匪片 成为很多 那警匪片里面其实一直纠结的 玩来玩去都是那个梗 就是卧底了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可是不晓 怎么这个横空出世的一个杜琪峰 就出现了这么一号天才 能够把电影的镜头的运用 那个用镜头来说故事 用镜头当他的画笔来画一幅画 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角度去 把人性 把意气 把江湖 把友情 种种这些事情 用重新一个新的角度来 来描绘 枪火 我希望大家真的回去看一看 好了 问题来了 现在就是枪火的结尾 有没有回到我们 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一个所谓 赢是赢 书其实也是赢 的一个游戏里面 所以要看到结尾 结尾是另外一个故事 结尾那个故事呢 是跟整条线没什么关系 可是要看很多细节都有看 好不好 拜托大家 那就 就开始聊杜琪峰了 那如果有空的话 如果有空的话 枪火之后请看神探 那我们尽量把时间摊开一点点 我们希望把每部电影 我们都聊一聊 枪火杜琪峰 然后神探杜琪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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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